一连串的财经消息 首先带您看到 台湾六海一空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这个月底法规将修改完成 不过针对金融业务面 该不该囊括新台币利率汇率的开放 传出金管会和央行意见相左 今年有立委也警告 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 金管会如果过度开放 承受的风险会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大 我们跟彭总台的沟通也非常顺畅 我们立场完全一致 金管会主委曾铭中再次说 自己和央行没有不合 因为央行总裁彭怀南日前在立院就表示 基于金融稳定 反对任何标的连结新台币 即以新台币计价境内金融商品纳入资金区 而金管会的态度是 觉得资金区不然纳入新台币业务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也没这个议题 在央行坚持下 金管会第一阶段的开放方案 主要针对境外金融 总部涉及新台币 不过第二阶段 仍希望对专业投资机构 和专业投资人 开放新台币金融商品 但是立委批评 限制再放宽 台湾金融安全承受不起 更会让中共已伤逼震 非常多的银行破产 或是财务困难 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我们又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会员 使得台湾必须要向中国求援 那这样呢 我们国家就会被迫接受一国两制 包括行政院长江一华都表示 支持央行 不开放资金区金融业务 涉及新台币 引发多项争议后 金管会强调 正式公布前 会持续与央行沟通 新唐人亚特电视 高建伦成真 台湾台北报道 少许多电视